改政制的問題 改政制的問題 代字先是好很多的 因為代字先些 對香港的經濟發展 就是順利很多 如果代字先些 對這個 政府的開支 政府的基建 那些進行 也是順利很多 如果是 對這個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鞏固很多 我認為代字先些 比較好 好過代字先 我同時代字先些 我就看 對香港的泛民安定 很重要 用代字先來安定泛民 和香港的居民 安居學業那方面 很大幫助的 就是代字先之後 就令到 香港安定泛民 令到 表現將來一定的 影響到股表 都看好的 所以我說 如果代字先些 能夠通過的 就可以 恆生指數 可以有三萬點 或者三萬點以上 即可 即即即現在可能 便可以表現得了 因為有代字先 subscribing 下月尾 Probably 可能會知道 噪気 大家閒 grâce 因為裏使都會 如果代字先 Game 通過 我們都可能 都不一定 不有大跌 但我看來 是 即是 保護票市 城 價cup 有買 即是 有利財有利財 遊戲有點是偶避的狀態